前總統馬英九大陸和平之旅第一天 晚間就會見大陸國台辦主任宋濤 宋濤開口就轉達習近平的問候 馬英九則提及九二共識 馬英九訪路首站來到深圳 大陸官方比照去年 接機層級與維安部署 大陸國台辦聯絡局局長 楊毅先上機迎接 並由國台辦副主任攀險長接機 接著一行人就直奔大陸 無人機之光大江總部 以及互聯網龍頭騰訊深圳總部 馬英九也造訪深圳平安大廈 與當地的台青交流 期間還與象徵友好的機器人握手致意 迎接馬英九深圳也準備無人機表演 無人機還擺出融合兩岸 共創未來的字樣 許多民眾也聞訊而來 假道歡迎 他在微博上面說馬英九要過來 他本來就是帶著 兩岸一家親的這個想法 馬英九先生他能 兩次來大陸 促進兩岸的交流 給這種緊張的局勢帶來了一抹亮色 預計馬英九二日 前往廣東中山大學與師生交流 沾眼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林園 並參觀國父孫中山先生故居紀念館 並在三日晚間抵達陝西 並於七號到十一號展開此趟重頭戲 訪問北京 期間有望會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記者綜合報導 我是陳菊根 從踩在風災的攤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往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